選好之後呢我們可以針對這個背景點一下 因為我點選在這邊的話我新增圖層會在最下面這個圖層上面 就會在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做影子 那我們一樣選擇預設值的黑跟白 我們現在黑色在前景色 我們就alt加backspace 置入前景色 然後呢Ctrl加D 要記得先取消選取喔 那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去 拉這個變形 把這個雲整個拉下來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一模一樣造型的一個黑色色版 那這個影子 我們也可以稍微讓它縮小一點點 或者讓它做一點透視 比方說我們可以按Ctrl 可以讓這個變形 讓它側一邊 看你要側哪一邊都可以 利用這個方式啊 做出一些透視的效果 比方說越靠我們這邊的話呢 它的影子啊會比較大 越後面的話呢它會越遠 可以用這個方式啊去做運用 完成之後快按兩下左鍵就可以了 但是影子在這個看起來 有點太黑 而且邊緣啊不是那麼的 應該照理說影子要有點模糊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濾鏡下面 它有一個高濕模糊 在模糊裡面 選擇高濕模糊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 來預覽一下 它這邊影著一個 模糊的情況 原則上啊你也不要選擇太模糊 因為太模糊你也看不出來 它基本造型 這樣反而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讓它有點模糊就可以了 原則上一些小的細部 還是依稀看得到 以這樣的為原則 好了之後按下確定 那這影子最好是讓它有點漸層 我們也可以針對這個圖程式 按下我們的一個遮瑟片 好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漸層工具 那從黑色來做漸層 黑白的漸層 那我們可以選擇 黑色是完全看不到 所以黑色現在在左邊 所以那我們就可以從後面往前拉 它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漸層出來 然後呢不要忘記 影子一定要選擇是色彩增值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選擇 你要的一個透明度 讓它輕柔一點點 不要太重 你就可以完成影子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製作 那影子的一個高低差 也沒有距離 這個人物呢到底 離地面有多遠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它的一個距離 跟深淺 越遠的話它當然越淡 越近當然會越重 OK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雅拉萃特裡面呢 來做一個海報的玩稿的動作 那我們點選這個雅拉萃特之後 可以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由於我們剛才在Photoshop裡面呢 設定是A4的一個大小 所以這個地方就可以暫時 依照預設值 或是從這邊有個大小選擇下拉式選單 去選擇你要的一個A4的大小 按下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檔案下面的置入 把你剛剛暫存的一個位置 把這一張Photoshop合成的海報呢 丟進來按置入 這時候你會發現它剛好會放在整個畫面的正中心 那我們為了讓編輯方便 你也可以稍微去做一個圖層上的運用 我們可以這邊點選圖層 如果這邊沒有的話 請你到視窗下面 可以去找到圖層的一個選項 在這裡 好 那這邊完成之後 你可以先把它鎖起來 這邊呢 你就不會碰得到它 而且你這邊有出現一支筆有沒有 鏡子符號 就是意思說不能做編輯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可以新增另外一個圖層 這個時候那支筆就不見了 因為圖層2是分開的 它是可以編輯的一個動作 我們當初在 剛剛在Photoshop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是故意讓人物啊 是比較高一點 因為下面這邊我們可以放一些文案等等的一些設計 比方說我們這邊有連成的logo 你可以把它拉進來 拉進來的時候呢 當然你整個構圖啊 一定要去做一些設定 比方說呢 我們現在人物啊 是往下看的 所以你其實這個圖案呢 放的大小其實還蠻大的 它基本上是佔滿整個畫面蠻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人物呢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試點 那上面這邊有一些小空間 我們就可以不要浪費 你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我們數位學院的一個logo啊 做一個擺放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放的話 左邊右邊你可以自己決定 有時候啊 你可以放看看這邊 右邊 也可以放左邊 那這邊的差異就是在於說空間的關係 如果這邊放起來會被擁擠 還是放在這邊呢 會不會覺得更好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啊 去做一些對應 因為這邊有一個箭頭式的感覺 指向了這個logo 那放在這邊的話呢 反而就是覺得這邊整個附空間怎麼樣 太擁擠了 這些啊 都是圖文上一個編排技巧 那我希望說呢 藉由多個案例 我們後面還會再準備更多的相關的案例 從實際上的案例呢 帶同學做設計 帶同學來做圖文編排 那同學不但呢 你可以學習到我們的一些 電腦的技巧 而且有關這樣的一個美感 跟編排的技巧 你也可以一起 做一些了解跟學習 好那比方說 我們把這個logo 特別注意到這個logo 原則上啊 不要太大 因為太大會就數了 就會有點慫 所以你這個 大概原則上有看得到 看得出來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到就是說 它的邊緣剛好都是白的 所以它是很乾淨的 很容易被看得到的 所以你不用特別放得太大 放太大到時候就宣冰多主了 好那再來我們就看到 我們這邊還有文案 筆記本裡面呢 這邊有些我們重要的文案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起把它copy起來 好 複製起來 那複製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 拉到我們的那個 畫面裡面 你可以用文字工具 先把它貼上來 請你注意喔 我前面給同學看的部分呢 是只有影像合成的部分 並沒有文字的編排 也沒有那個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圖文的編排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先做過 所以我希望說 以這個方式來說的話 讓同學看一下 我自己本身在 圖文編排過程中的發想 你應該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利用 比方說啊 像我們這邊 好看 第一個當然你就要先確認一下 你的最重要標題在哪裡 如果你最重要標題呢 是在這個數位學院 不只是給你技巧的話呢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大標 對不對 好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 小標 或是次要標題 好那當然 這個我們的那個 網址 好當然是當然 你就可以先把它剪下來 因為網址的話呢 它通常短短的對不對 剛好很適合放在跟logo 放旁邊放在一起 好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好 稍微去做一些整理跟利用 那我們點選到它之後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這個字型啊 要稍微挑一下 因為這個字型啊 是預設字 所以它看起來並不是有設計感 你看這是名體字 英文啊 一定要用英文的字型 好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一些 因為它字不大的話 請你選擇一些比較 沒有秤線的 而且呢 看起來是比較 單純一點的字型 會比較方便閱讀 好比方說這個Arial的一個字型 好它現在就沒有秤線 好所以 出戲啊 是比較一致的 那好了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按Shift 好去做一個等比的縮放 好放在你我們要的一個位置 好比方說我剛好讓它左右對齊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舒適 好剛好這個logo也 下面有一個呼吸的空間 好再來 當然這個部分也要特別注意到說 有些公式行號它可能有使用規範 好不能讓你怎麼樣去使用 好這個你應該要在設計前先問清楚 好避免不必要的一些修改啊 或是說誤會 好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往下面繼續跟同學來看一下 好這邊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一個主要內容跟達標 好那主要的內容我們也可以先把它選起來 Ctrl加X先把它剪下來 那剪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另外呢 再用個文字框架把它畫出來 就是讓它限制啊 只能在這個框架裡面去做編排 所以你可以Ctrl加V貼上去 Ctrl加V貼上去之後啊 請同學要注意到 一般來說啊 沒有人喜歡這樣讀 好就是同一條線有沒有 一直跑跑跑跑跑 然後跑到最後之後呢 再換行有沒有 這樣的眼睛會太累了 所以你最起碼要把它分欄 分個兩欄或三欄 好那我們在分欄之前啊 也可以先稍微知道一下我們文字的大小 像這樣文字有點太大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點選到它之後呢 當然字型也可以順便換 比方說中文字的話呢 在新版的Windows 7裡面呢 它其實從Vista開始就有一個叫做微軟症黑體 好那最後呢 我們剩下這兩樣東西還沒有擺 它是希望說 比方說我希望說這邊是有說我們聯成數位的學院呢 主要不是給你 只給你技巧 還可以激發你的大創意對不對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這邊是只有文案 是只有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呢 這是客戶的要求 或是說客戶有特別這樣說明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這樣擺 如果說客戶呢 有時候只是想先試試看 先讓你排出一個感覺啊 那就是文字到時候還可以修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見得說完全的 就只擺這個四個字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說 這邊還有我們的文字對不對 我們的Logo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何不把這個Logo放下來呢 我們把剛剛的底圖再把它鎖起來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Logo先複製一個過來 原來位置可以暫時先不要動 把它放大一些 剛好這邊的構圖齁 是整個是斜度的 所以我這邊的空間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在上面再稍微加一點 我要的一個高度 寬度 所以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可以稍微 更讓Logo有沒有 有更凸顯的一個效果 甚至在編排的時候 你可以讓它是接近於一半 像這樣比較整齊的一個編排方式 我想觀察這 馬上就可以看到到我們的連成的一個Logo 而且呢 这个标准的那个大标题 也是会非常清楚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这边如果说 你真的把它拉下来去使用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变重复性有点太多 或者是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ogo干脆就把它拿掉 我们就把这一段放上去好了 自行当然也是可以稍微挑一下 那挑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连程电脑的标准色 是属于绿色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滴管工具 那我们这个文字啊 就会一样出现是绿色的一个情况 这个网址 那当然你就可以去稍微做一下调整 比方说呢 我可以是要把它整齐的 让它对齐这个段 那颜色让它有点区隔 也会比较有一点 看起来会比较有层次 我们可以一起选 让它对齐 同样对齐我们的右边 然后再往进来一点点 让它有点天地左右的一个效果 好 所以数位学院呢 我们就改用我们的logo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觉得说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不见得要放logo 所以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修正 所以创意就是这样 你要不断的去玩它 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 不断的去踹它去玩它 你自然而然啊 就会觉得说 你可以越做越好 或是说越做啊 在里面玩出你要的一个乐趣 比方说我这边实际上 我只要留连层电脑数位学院就好 这个logo部分可以先拿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复制一个 把这个不要的先放旁边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矩形工具 把要的范围怎么样 框起来 画出一个矩形 画出这个矩形之后呢 你可以连带的哦 跟按shift 增加下面这张照片 对不对 这个logo的一个图片 一起选择 一起选择之后呢 你可以按Ctrl加7 Ctrl加7就是遮瑟片 这个时候呢 就只会看到这个 连层电脑数位学院这几个字样 你就可以把它放整起 跟着你要的一个标题 比方说我起第一句话好了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所谓的稳暗的感觉 对不对 就纯粹是字 但是它又导入我们的logo标准字 把我们连层电脑数位学院的字样啊 加上去 那这个地方有logo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连层电脑 让你价值连层 对不对 那既然连层电脑这边 有这个连层电脑字样的话 我们干脆就把它 换成是我们的logo的一个标准字 那我们logo也可以顺便放上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利用我们的矩形工具 把它 我要的地方就这一块嘛 包含这个logo一起选起来 选好之后呢 一样呢 跟着下面的照片一起选 Ctrl加7做出遮瑟片 就留下logo跟连层电脑就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这个签面的字全部删掉 这样看起来啊 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层次 你再看一下 这边好像有点拥挤 这边有点太开 你再把这个锁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些这样一个调整 整张啊 可以不用那么大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整个设计了 那设计的时候啊 设计完之后 当然你不要忘记要先储存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把这个稿件啊 因为现在email大家都用得非常发达 不见得说提案一定要现场到 你要email给客户的话呢 绝对不是给他AI档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档案下面 选择我们的转存 暂存在桌面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JPG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原则上这个色彩模式 就是选择RGB 那品质原则上 选一半大概六可以 但是呢 解析度 这个地方要选择高 因为它文字啊 才看得清楚 但万一到时候 它字有打错啦 或者说要叫稿 没办法看 所以这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到 解析度要用比较高 用到高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应该是300 完成之后按下确定 它就会转存完成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课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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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